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见证真爱活出精彩 我们有一些人的人生的精彩 真的是出乎我们的想象和意料 那今天晚上在我的旁边 就是黄勋毅姐妹 很高兴认识你 感谢主 黄姐妹她创作了200多首诗歌 当你听到这个数字的后 你会不会有一种震惊 哇那一定是个大音乐家 或者是专业音乐学员出来的 No 她给我交叹说 她完全没有 她的这个专辑叫做 报告神月纳人的喜年 毫无疑问 这就是一个生命盛世的话卷 到底黄姐妹她 是什么样的力量和动力 什么样的启示和创作的灵感 以及她生命有怎么样的改变 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为你分享的 黄姐妹我想 首先来谈谈你的信仰的历程 和生命的经历好吗 好的 我其实是在一个非常破碎 人生非常破碎的状态之下 才真正的去到了教会 我虽然小时候 小孩的时候去上过主日学 但那个时候并没有真正的认识神 我可以感受到神的爱 但那时候真的没有真实的认识到真理 那是我在人生呢 引走了三十多年 真的是在婚姻上 在这个身体上 在各方面呢 都经历了极大的一个破碎的状态之下 感谢神也拆盖了祂的天使 带我去到了教会 感谢主 其实这也是神特别的 拣选和魔造人的方法 神祂在圣经上说 祂要把我们魔成祂儿子的样式 这个魔字 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经过患难 没有经过苦难 我们的生命就不会去成长 更重要的是 就没有办法去服侍人 你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阿们 同意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 在你这个过程当中 生命最大的改变和更新 主要在哪个方向 我觉得首先呢 我是被神的爱得着 真的是被神的爱完全得着 你知道在世间呢 不论是什么样的大情圣 其实那爱都是很有限的 对 爱都是很有限的 即使是做父母的 做父母的常常也有这个 这个心有余儿力不足的时候 是 那所以呢 在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常常就会在这个 爱这件事情上面呢 就会跌倒 好像以前呢 我在还在这个工作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说法呢 是叫说 叫做这个 Emotional Bank Account 我不知道你 我听说过啊 就说呢 我们跟在人际关系当中呢 我们要常常的存款 我们要常常的存款 就好像呢 我今天认识你 然后我常常对你好 要是有一天呢 我不小心说了什么话 冒犯你的话 你可能就原谅我 哎呀 他一定不是有心的 我就原谅他 是 但是如果说是 我常常冒犯你 你可能就开始扣分扣分扣分 那我在你头 你在你里头 存的这个Bank Account 这个Emotional Bank Account 就开始要出现赤字了 是 那我感觉到呢 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呢 真的是 就是 sooner or later 你都会碰到 这个情感破产的时候 感谢主 这就是人的有限 因为人的爱情 假如没有神来参与其中的话 他就是一个属肉体的 属血气的 属己的生命 对 就像你刚才说的 可能他的存款是刻意的存 但是他努力的存 存到了他认为很大的地步 可以去支取的时候 没想到那个支取 马上就是透支了 你懂一把 对 没错 没错 他一句的伤害化 可能让你所有过去的赞美全消失了 是的 那那个时候呢 我自己本身真的是经历到人生的一个极大的低谷 我的先生呢 在这个 他是很有雄心壮志的 所以呢 他那个时候呢 他是选择了跟公司谈好了 说他要去亚洲 回来跟我 跟我这个通知一下 回来给你通知一下 就是回来通知我一下 那个时候我两个孩子才刚生 生老二之前呢 我还坐在轮椅上 我是下半身瘫痪的 所以即使生了孩子之后呢 其实我的这个 整个两腿呢 还是经常不良于行 所以那个时候呢 其实对我来讲 是极大的一个挑战 那 我想在这里我也不方便说太多的细节 但是呢 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发现了用人的方式呢 尝试了去给 给到最后呢 你仍然会枯竭的 虽然说我非常非常愿意 非常想要能够尽量的去配合我的丈夫 能够尽量配合我的小孩的需要去给 但是我就给呀给呀 给到最后我就发现说 我已经没有 你还要我再给你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是做出决定值来给你打个招呼 告示一下 我其实我已经也很配合 你知道我带着我的家庭 我们曾经去香港住了一年 又回来 后来呢 我又这个是带着我的孩子 又去到中国深圳 去陪他住了两年 不感谢主 那时候是等于是在中国服侍了两年 那那个时候呢 您刚刚问到我一个问题 就是说 在我的生命中 一个极大的一个转列点是什么 其实呢是这样子的 因为呢 我虽然当时呢 曾经跟着我的先生去到了香港 去到了香港 去到那个地方呢 住了一年 但是后来一年之后呢 因为他工作的这个需要 他要再调到台湾 他就这个拆遣我跟两个孩子呢 回到美国 那时候我心里就很不能够谅解 我心里就非常不能不能谅解 那 然后就在那个时候 我开始去教会 那个时候我开始去教会 那个时候孩子还非常的小的 女儿才刚两岁而已 才刚两岁 那有一次呢 我在这个梦中呢 我在梦中呢 我就梦见了有一位姐妹为我祷告 她在祷告当中呢 她就说 她就说她从神的领受 她就跟我讲说 我在情感上亏欠我的丈夫 我当时在梦里 我就觉得 我就抬头看看那姐妹的时候 心里想说 姐妹 你有没有领受错误 她亏欠我还差不多 怎么会是我亏欠她吗 我那时候就觉得十分的不解 那在梦中呢 我就到了一个 一边上 在一个窗口上 一直在思想 为什么她会这样子祷告 然后呢 忽然之间神的意念就 就忽然之间就 哇 神就开启 神就跟我说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让我真的是羞愧到不行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耶稣跟我说 我给了你这么多 你给不出去一点吗 阿们 我真的是在那个梦里听到 神真的跟我说的时候 我真的是羞愧的眼泪滞流 因为我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 主耶稣爱我 阿爸天父爱我 他真的是把我从这个破碎当中 捡回来一样 我真的是领受 他极丰富极丰富的爱 但是就像在圣经上所说的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唯有爱要常为亏欠 所以那个可以说 是我生命当中 极大的一个转列 是 是神亲自跟我说话 然后那个之后呢 我打电话给我的先生 就是隔天早晨 我就打电话给他 其实我脸上还布满了泪水 是真的在梦里大哭的 原来一直认为他亏欠你得罪你 没想到神的光照是你自己也需要去给别人 没错因为他说我若是不能够把神给我的爱 完全的给到我的身边的人的话 那我也是亏欠神 也是亏欠的人 爱是永不止息 但是我们往往常常止息 也常常感觉到我已经给的太多了 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 emotional bank account的亏欠的时候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神也给我一个很大的开启 就是说我们永远不能够期待 我们这个心里头的 这个emotional bank account呢 要从这个人的身上 来这个得着这个胃养 因为人都是很有限的 而且呢总是会亏空的 所以我们只有把我们里头的 这个bank account 这个emotional bank account呢 完全是敞开让神自己来填满 当我们每天来亲近他 每天来到他的跟前 让神的爱这样丰富的 涌流进来的时候 我们里面就有了那个活水 我们可以源源不绝的给出去 不怕会被溃空的 感谢主 观众朋友们 刚才我们学义姐妹聊天 她的谈话 真的是就像耶稣基督 遇见了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 她在一个干渴的里面 在一个挣扎的里面 在一个蒙羞的里面 她来打水 但是耶稣居然问她要水喝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 哇你是以色列人 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 要水喝 这完全是颠倒黑白的事情 因为过去你们 以色列人完全看不起我们 但是耶稣的目的是要告诉她说 你打的水喝了还会喝 但是我给你的水 你就永远不可 这就是当一个人的生命跟神 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就像栽在溪水旁的 一个香柏树一样 枝繁茂叶又高又大 我们的生命的根基扎得很深 我相信薰衣你这样的一个 生命的见证的经历 虽然你没有讲一些细节 但是我透过你的眼神 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透过你的情感 能够了解那样一个增大伤痛的人生 我是靠着上帝 靠着耶稣基督的爱而走出来 在痛中经历的痴迷永远 看见你的感受不曾离开 在痛中认识你 你别找你自己 明白你的爱 你春泉上两只鱼 若是落着我的痛 尽叫我远离 我情願折痛 但是我今天更關心的是 剛才我給觀眾朋友們介紹 你走進教會以後 為什麼就開始來創作詩歌 你是專業的嗎 或者過去對音樂有愛好和興趣嗎 我的確是從小是對音樂有愛好的 我從小學三年級就一直在合唱團 一直到我三十幾歲結婚的時候 我還在合唱團 那個時候是在台北市婦女合唱團 我們也在 那是社會上不是教會的 對我們那時候在國家音樂廳 還公演過幾次 那個時候我剛剛跟我 就是後來這個先生認識的時候 他就是先來參加我們的演唱會 但是我並沒有機會真正的去學習任何的樂器 雖然我非常的 非常的渴望能夠學習 我記得在我很小的時候 可能上幼稚園的時候 我就跟我媽媽提說 我希望有一架鋼琴 哎呀我覺得我在我媽媽眼中那間 非分之想 她就跟我講說 要那沒有用的東西幹嘛 所以我當下就覺得說 哎呀這個是好像不應該 不應該跟家人要的 但是我心裡還是有這麼大一個渴望 所以我常常看著我同學彈琴 我就在邊上看著看著 然後我常常呢 我的初中跟高中最好的同學呢 後來都念了音樂系 所以在學校的時候呢 我常常為他們做的一件事 就是他們在彈琴的時候 我幫他們翻譜 啊哈哈哈哈 哇謝謝 很有意思啊 但是呢我自己 真的都沒有什麼機會去學習樂器 所以我在高中的時候呢 曾經有我們合唱團的朋友呢 同學以為說我會去念音樂系 但是呢我跟他們 我就跟他們說我什麼樂器 我都沒學過 我怎麼去讀音樂系 然後我是在高中畢業之後呢 我父親送給我一個這個畢業的禮物 送我一把吉他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學了一個審價 想要鋼琴得到的是吉他 你看比較便宜嘛 哈哈哈哈 然後呢我就學了一個 我就學習了幾個月的這個吉他 然後後來還甚至教我弟弟 所以我還有學生 然後我是到了大二的那個暑假的時候呢 我因為一邊打工 開始自己有一點這個積蓄 所以我就在這個 我就在這個暑假的時候呢 我去學鋼琴 可以自己交學費啦 可以自己交學費 可是那個時候呢 我只上了一個暑假的課 兩個月的課而已 我父親又教我的冷水 他說你又沒有琴 你怎麼可能學得起來呢 我都是去琴房練的 哎呀所以呢這個水一潑呢 這個熱情呢好像又被止息了一樣 哇這個薰衣你講到這裡 我突然記起一位牧師給我的分享 他說他的女兒他從小都去陪他去練鋼琴 那練了一段時間以後第一次在眾人面前去表演 那他呢很興奮的在旁邊做觀眾 當這個表演下來結束了以後 他對他女兒說的話是 你彈的是什麼呀 這麼差這麼糟糕 哇對他的女兒是一個極大的傷害 從那一天起那個孩子就開始遠離鋼琴躲著 一直躲了多久了居然躲了六年 就是從六歲到十二歲 躲了六年不敢摸 但是後來神有一個極大的光照光照這位父親 讓他自己他跟我分享 他說他說我在神的面前蒙光照 我終於發現我簡直是一個恐怖分子 我恐怖的把我女兒那個 那個神所賞賜的音樂天賦就被扼殺了 後來開始禱告開始悔改 他悔改他一悔改了 那個女兒無緣無故地都開始重新去上情 而且這個孩子今天已經創作了非跟你一樣 創作了很多的音樂作品 其實神真的是把他的恩賜 早早的就賞賜給我們的生命的裏面 就神創造薰衣 我看到你今天這樣滿面的笑容 這種活躍這種興奮 包括你這樣給人的感受 真的好像是一個沒有受傷的人一樣 好 觀眾朋友們 當你剛才聽到我們的薰衣姐妹 分享她的生命見證 以及神給她的恩賜 我相信對你也有幾例 其實神在創造人的時候 就在我們每個人的裏面放了一個DNA 這個DNA可能是唯一的 就是因為神把了一個獨特的恩賜賞賜給你 他要來使用你讓你在人前去見證和榮耀他的名 我想薰衣姐妹就是這樣的一位姐妹 她本沒有這樣的音樂的天賦 雖然從小愛 但是神給他啟示 他就開始走上了一個創作之路 那我想問一下在你這麼多的音樂作品當中 最有影響力的或者是傳唱最廣的是哪一首 可以跟我們唱一段嗎 我過去這個詩歌呢 有幾首是已經收在我們生命和靈良堂的這個詩歌專輯裡面 好像耶和華的軍隊啊 渴望復興的火 渴望復興的火 還有像更深經歷你啊 還有像最近出的這張新的教會的一張新的專輯裡面 裡面有一首是願你以我的默念為甘甜 就是二十多年清典裡面 對對對 那好像更深經歷裡面 更深經歷你這首歌呢 可能很多人都不太記得他的歌名叫什麼 但是一定記得當中的歌詞 讓我聽懂你心跳 Hallelujah 熟悉你每一個呼吸 感謝你感謝你 那我想呢 就是寫出了一個神兒女的心聲 就是我們跟阿爸父之間的關係 就是要能聽到他的心跳 就是要能貼近他的胸膛 當我們跟神有這種活潑的交通和關係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就越然上升到一個層次 是不是這樣 感謝主 我覺得這也跟我在神面前的一個許願有關 因為我覺得神這麼的愛我 我也非常希望說 我能夠常常讓耶穌帶在他的身邊 感謝主 所以我在很多年前 我就跟神有這樣的一個許願 我說 主啊我真的不期望做什麼大器皿 但是我希望可以 好像一把這個小小的瑞士刀 這個萬用刀對不對 小小的瑞士刀 打開有好多個小工具一樣 讓你可以隨時戴在你的口袋裡 可以擺在你的身邊 那你隨時去到任何地方 縱使沒有什麼偉大的器皿在身旁 但是只要你有需要 小小瑞士刀拿來 你要拆解 做什麼用都可以 就今天世界上的話叫做一專多人的人才 今天你在神家裡的侍奉 你是創作和敬拜的人生 因為我看到你親自不僅是一個作者 而且是你的敬拜 你的敬拜非常帶有力量 帶有聖靈的恩高 我覺得這是很難得的 很多作者他不會來敬拜或者演唱 很多演唱者他並不會做詞曲 我覺得這就是神給你的一個特殊的產業 願這個產業能夠成為我們眾人的祝福 我相信你今天的見證 對我們電視機上的觀眾朋友們 也有很大的鼓勵 你真的要隨時隨時的敏銳於神 在你身上的作為 看見神怎麼樣在使用你 在從小的時候 他就在你生命當中放了一顆種子 那個種子你就讓神來工作 交還給神 他來讓他發芽來生長 他就會結出豐碩的生命果實 在你這麼多的服侍當中 你可以給我們分享一下 你服侍因別人而生命改變的這樣的見證嗎 好啊 我就講一首歌的見證 其實就在這首歌 真的是剛好收在這裡頭 是一粒麥子 一粒麥子 對 這首歌一粒麥子 傅曉 你聽過了沒嗎 對 在這之前我已經拿到你了 這首歌是當時也是為一個小組敬拜 敬拜的需要我祷告仰望神求的師哥 那個時候我知道在我們小組裡面有一個姐妹 有位姐妹正逢遇到一些家暴 然後已經是到了要離婚的地步 幾乎是要離婚的地步 那那個時候我就跟神祷告說 主啊 求你賜下醫治的師哥 結果沒有想到 我就在我們家附近散步走倒 一邊散步 就一邊跟神這樣子祷告 結果一邊走 神就在我裡面跟我說破碎 破碎 對 他就跟我說這個時候不是要做醫治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心裡真的是所謂的富人之人 看到人受傷就趕快要去把他纏裹起來 就根本沒想到說神還有更深的功夫要做 對 破碎 等於說要把一個人的生命做一個 要重新打地基了 重新把那些不好的東西要挖掉 才能夠真的是建造一座新的耶路撒冷城 那這個姐妹呢 那個時候呢 我們在小組裡也唱了這首詩歌 那我也跟她做了我生命的見證 因為包括說我當前頭跟您講到 我在這個當真正信主的之前呢 是家庭遇到很大的一個風暴 很大的風暴 但是神呢 讓我呢重新拾起對這個婚姻的一個期盼 讓我真的是能夠有新的眼光 來看待我的先生 看待我這個家庭 我知道所有的這一切不容易呢 其實也是神容許的 這好像呢 我可以分享一段經文嗎 可以 很好 感謝主 我分享這句經文 我覺得這是呢 我在這個各樣服事 不論是寫詩歌 或者是有時候為人禱告的時候 的一個這個最重要的一句話 就是在哥林多後書 第一章第四節裡面講的 說到我們在一切患難中 他就安慰我們 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 感謝主 所以那姊妹呢 也是因著我的見證 因著我的鼓勵 她就撤銷了這個要離婚的念頭 然後至今這個家庭是越來越好 感謝主 觀眾朋友們 謝謝你收看我們的節目 謝謝你仔細的聆聽 薰衣姐妹她的個人生命的見證和分享 剛才這段經文實在是美好 他說真的是神給我們預備各樣的患難 苦難災難 以及走不出來的陰影 往往他就是要破碎我們 重建我們 再造我們 讓我們那個救灶的生命 老我的生命 屬肉體的生命 完全死掉 就像他的詩歌一粒麥子 一粒麥子若不死掉 他就不能劫出子力來 但一粒麥子一旦死掉 它就會長出根 長出虚 我看到過那個解剖 一粒麥子在地面 在根底下這個解剖的圖 它真的是 開始那個麥子好好的時候 你就是一粒 但是當它完完全全破碎 就是長根的時候 它身體完全被腐爛 新的根長出來 葉子長出來 結出許多的子力 這真是神他的美意 拼出許多的子力 我要建造在製 反世都有定期 拔出拆毀 我要建造在製 破碎未要重建 拔出拆毀 我要建造在製 反世都有定期 把处摘毁 我要剪造在此 破碎为要重见 早已做 深夜落洒冷了 早已做 深夜落洒冷 早已做 深夜落洒冷了 早已做 深夜落洒冷了 一粒满自由 不落 一粒满自由 不落 一粒满意 深夜落洒冷了 所以弟兄姐妹们 朋友们 当你的生命当中 遇到这些患难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奇怪 也许这就是神给你的一个化妆了的祝福 他要让你的生命更加美好 当你今天看到薰衣姐妹这样一个热情洋溢的姐妹的时候 你很难去想象他受过死因忧故当中难熬的过程 他真的是在那样一个受伤的里面 但是今天他被主完全医治 而且他不仅被医治 而且透过他的诗歌带着恩高 带着医治的恩高去医治更多的人 愿神来祝福你 我知道今天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 你的生命是滔滔不绝 可能也分享不完 我真的是很高兴能够认识你 你可以跟我们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说几句吉利的话吗 我想正如刚刚主持人说到的 我们生命当中都会碰到各样的挑战 但是呢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 就是这句话不要放弃 在神里面 在神里面没有难成的事情 一定要专心地来信号他 我们的永久的这个奖赏在天上 只要来讨他的喜悦 是的 一旦我们试着来讨他喜悦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也会充满了喜乐和得胜 谢谢谢谢薰衣姐妹 我们来一起为电视机关众朋友打招 好的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你是不受时空限制的 你是喜在今在有在神 愿主你此刻来感动电视之前那些 还没有认识耶稣 没去过教会的朋友们的心 让他们看到一个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他的生命就会跃然于高天之上 就像有一首歌 我们可以在云上太阳 享受那种生命的翱翔 生命的飞跃 求主你来帮助我们的朋友们 能够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 认识耶稣 这是一身最美的祝福 这样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好 观众朋友们今晚我们的节目就到此为止 再见